再来看到血库又告急了 受到10天春节假期以及寒冷天气的影响 花莲捐血中心又发出严重缺血的讯息 各类血型库存量只剩下3.5天 呼吁民众赶快晚寿捐血 帮助有需要的民众 受到10天春节假期以及寒冷天气的影响 花莲捐血中心又发出了严重缺血的讯息 各类型血的存量只剩下3.5天 目前呢 虽然年假过了 但是民众呢 还没有完全回流来捐血 那目前到今天就是上2月2号的早上 我们的血液库存量只剩下3.5天了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急缺的一个状况 那希望我们的民众呢 我们的乡亲朋友呢 能够踊跃到我们的各个的捐血点来捐血 捐血中心表示 未来几天在市区都有捐血点 请民众可以就近前往捐血 我们的花莲捐血站呢 在花莲市中山路一段170号 每天早上的8点30分到下午的5点 都有服务 那另外是我们明天2月3号 在国安邮局 是我们花莲大邮局的前面 9点半到4点半有活动 另外是这个礼拜六在我们的那个吉安麦当劳那边 是9点半到4点半 另外是礼拜天呢是在王继茶铺 以感谢王继茶铺的办捐血活动 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 所以非常的邀请我们的那个 恳请我们的乡亲朋友呢 能够踊跃的就近到各个捐血点来捐血 捐血中心呼吁民众赶快挽羞捐书 来帮助需要用血的民众 简陆桂欢市报道